詞文貴重音樂 就是所以在這個論文的探究的過程裡面 剛剛提到論文計畫考試那一陣子 因為考試完了那一陣子 其实是一个很波动很大的连锻 然后你开始改写 你的那种方向 开始贴近自己去写 贴近自己去写 你能不能说一下你是怎么样写 就是说很技巧性的 就是说你是白天写 往下写下班写 然后你写是 住在电脑前面就开始写还是怎样 你的书写的样态是怎样 你这一次怎么样写出来 我先离题一点点然后再回来 我觉得 玩行动研究完到现在 我一直蛮相信的其中一件就是 你的行动策略的实践 尤其是新的行动策略 你认为你比较喜欢 或你已经选择过的新的行动策略实践 真的要付诸行动 是要有一个非常大的冲撞或转折 让你觉得你必须抛弃之前的东西了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新的样貌才可能产生 那如果等一下还有时间的话 我可以说说看 其实论文写完了以后跟 大概有两年的时间 论文刚写完的那一年 其实后来回观自己 跟原来的样子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我认为非常非常的不同是 写完后的第二年 那个时候是因为 等一下 就是说因为你现在讲的 其实是等一下我会问 对 或者你现在既然讲的 我们就先进到这一部分 就是写这个论文 对你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你现在在谈的其实是这样 对 就是说写完论文之后的那一年 其实你并没有太大的 但写论文的过程中 你有一些波动 对 可是写完论文以后 有一段时间 你就比较 好像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 对 一年 然后后来又有波动 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然后后来发生了一些 待会儿如果有时间 把它描述的更清楚 比如说校长年选事件 因为我是学校的校长年选代表 然后发生了一些 我跟学校原来 有一群支持原校长的老师们 的那种 支持了人选 相反的那种冲撞 也包含我跟我的教师会 我的这群伙伴们的行动方向 跟想象的矛盾的冲撞 再加上自己婚姻那一块的 重新面对跟冲撞 其实我是在这样子 非常大的剧烈震动里头 发现活不下去 OK 好 答案 也就是说 因为你在做论文的期间 我的确没有感到 你在生活或者教学职场上面 有经历什么挑战 那个挑战比较 我觉得你写论文 过程中的挑战 比较来自于你 面对自我的方式 那你跟你自己的距离 你是要尝试跨越 你跟你自己的距离吗 像是在论文 书写的展折上面 课题 比较锁定在那个部分 然后 可是你真正碰到行动上的 直接的挑战是 在论文完成之后的事情 在你的学校里面 卷入学校里面的一些风暴 对 对 还有在你 在婚姻关系中 你去发现到 你的那个 关系的那个质地 对它产生瘤霍 对 然后这些甚至让你觉得难过 对对 让你觉得无路可走 那 因为这个样子 才让我 感觉到我后来的生活的念貌 跟在写论文的那段期间 非常大的 那我说这一块是 回到 就是说这一阵子 有机会去看我 重新看我的论文的时候 我突然发觉到 我从 口试挫败之前 到口试挫败之后 其实它对我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 就是说 当夏老师 质疑我的论文计划 到底可不可行的时候 对我来讲 是非常大的震撼 当然前面就如同你所说的 不可能只是因为这件事情而已 其实在教师会里头 一直让我觉得 不对劲 就是说 跟大家一起走的不对劲 老师说 在做论文计划的 那一段期间 所做的书写 我自己都写了 觉得 不是 不是那么的兴奋 都觉得写起来 并不是那么的提进 我会觉得那种东西 连我第二 再重看 我都不会想重看 我觉得有这种东西 那之所以这个样子 很可能跟描述我跟 集体的那一段的 关系的一种 行动的探究 其实很可能并不是 我真的关心的东西吧 我会有 我会有这种想象 所以呢 跟教师会 或者说 我的那些 集体的伙伴们的行动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 感觉不对劲 然后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我也觉得 好像并不是 我当 刚当兵回来的 那种我喜欢的样子 跟师生的互动 好像是越来越糟糕 我觉得其实已经有 种种的不对劲 然后再包括说 我跟我的太太 彼此之间的互动 我一直会觉得说 我其实 越来越没有跟她相处 然后她也好像 越来越跟我有一段距离 就是说 婚姻好像只变成两个人 回在一个同的屋檐下 同居而已 所以其实我已经觉得 许多不对劲 可是我觉得说 等我论文写完了 我就海过天空 所以 所以才会发生 我去台东 那个口试之前 去台东的时候 发生哭的事情 就是我已经累积了 很多很多的压力跟付出 但是倒下毕竟就是 把我原来习惯操弄的 那个模式给戳了 我连我觉得很擅长 很有自信的那一块 都有人否认 就是讲大道理 对 我觉得都有人否认了 我觉得 哇 我原来还可以用自信 撑的那一些武器跟工具 通通都被否定掉 被毁掉 所以我才会有一个念头说 我大概没办法继续完成我的学业 我可能要延避 所以那一半以后 大概有一两个月的时间 其实我就沉寂了 我是灰心的 连上课的时候都让痒痒的 一直到 有一天美珍开始 比较敢跟我聊 我的论文的状况 他觉得我不可以一直这个样子 那阿花 你也给我一些建议说 其实你可以从 因为夏林千 夏教授跟顾老师给了许多建议 可是那个建议就如同你所说的 好难写 太大块了 什么 就从探讨你的生存逻辑开始吧 我连生存逻辑是什么 我都拼不懂 叫我怎么写 导致说从你跟不同的人的关系互动 那个部分写起吧 我还比较小的 那我觉得 跟哪一些人互动 我没有办法用原来那种很理性的写法 导致说故事好像比较好写 所以我就开始先从我认为的 师专时代的那种互动 同学互动开始结起 当然为什么从更早的时候写起 是因为我自己意识到 更早之前 师专之前的很多关系 其实是危险的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那师专之后的 说给大家听 好像是什么比较安全 所以我是从师专时代 那个时候 以故事的方式写起 所以你还是有安全的考量的 我还是在做盘算 没错 可是后来还是写的 是吗 对 那怎么样子去 因为就是说你说师专之前 你本来没有要写 因为那是牵涉到你的家境 小时候成长的过程 那那个辛苦 还有自卑的 你写到的那个部分 那为什么后来又写 就是本来觉得不安全 那为什么又写 有一些 有一些 吊诺的东西吧 包括 包括我在 书写的过程当中 然后拿出来给伙伴们 一起 请他们帮我 反应跟关照的过程当中 当然他们就会发现到 有哪几块 我自己知道 但是他们不知道 他们会 用提问的方法 听我说得更清楚 当然这些都是我 非常相信的朋友 所以我愿意说给他们听 但是即使是相信的朋友 因为我从来没有好好地说过自己的故事 而且我还是觉得 我从来没有跟另外一个人 包括我的太太 说过我自己的生命经验和故事 我觉得有很多块都是属于自卑的 丑陋的 然后是属于 不堪 不堪让别人知道的东西 所以说给我朋友听的时候 说给这些协同伙伴听的时候 我还是说的 我后来觉得还是蛮模糊的 跟片段 不过 我开始觉得说 那已经不是模糊跟片段的问题 即使我想要说的模糊跟大概 我都没有能力说出来 听得懂吗 我一直觉得 我是没办法说话的人 我比较会书写 我没办法说清楚 所以我觉得先写出来 然后像你 像梅珍他们说 先写出来再说 反正到时候要不要给别人看 那是另外一回事 写出来对你来讲是很重要 那当然我也经验到所谓的很重要分析 因为书写的时候 自己就会很多情绪都出来了 然后写 写出来了以后 自己反而很多东西都释放 会觉得说 原来我是这样子 这样子走过来的 或者原来我当时是这样子看事情的 然后原来写出来的以后再看 并没有那么的可怕跟丢脸 那些经验又增强了我继续写更多的东西 是这样子 所以没有写以前比较担心 写了以后反而不担心 蛮奇妙的 好像恐惧 恐惧多于 让事情发生 事情发生了反而不恐怖 那多半的恐怖是因为你不知道 那好 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可以 给你 你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